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就观望今天稍后时间欧洲央行公布的议息结果 隔晚美股个别发展 道指收跌了11点 爆在18528点 标普500指数基本是持平 爆在2186点 纳指就上涨了8点 爆在5283点 再创新高 苹果发布推出新的iPhone7以及其他的新产品之后 股价就收高了0.6% 美联储发布贺皮书称 7月底到8月间 美国国内的经济已温和的速度增长 市场就观望今天稍后时间欧洲央行公布的议息结果 欧洲股市昨天造好 德国以及法国的股市收市就上涨了0.6% 德国DEX指数就收报在了10752点 留意能否是突破上个月的中卫的10802点的一个主力 在美国买卖的主要港股一堆证券ADR的价格 是与本港上日收市价比较普遍的下跌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了23621点 较上日恒指收市下跌了121点 恒指昨天再刷新了超过一年的一个新高 但是它的估压出现收报在了23741点 下跌了45点 终止了9月开局4年升的一个走势 恒指14天的相对强弱指数RSI是为75.1 技术上仍然是处于超买 内地今天会公布8月份进出口数据 路透的综合约4时间机构预测显示出 内地8月份的出口跌幅会由7月的4.4% 收窄至了4% 进口跌幅则有望是从7月下跌1乘2 大幅收窄至了4.9% 加点股份方面 新地将在今天会公布截至6月底的全年业绩 高盛预计全年核心的每股盈利为7.88元 目标价是由125块6上调至了130亿块1 维持买入的目标评级 另外据销售文件就显示出 农湖地产主要的股东加成发展国际 以每股配售价12元 是向市丑配售1.5亿股套现18亿元 配售价是较该股昨天收市价12.9% 轴浪约为6.98% 碧桂园公布了非全资附属公司 碧桂园物业服务已经是向上海交易所申请上市 计划是发售不超过4,010万股 占扩大后股本约已成 留意碧桂园今天的股价表现 今天有多支的股份会除净 蓝筹股当中有中海油以及瑞生科技 好那么今天的大盘的走势又是怎么样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药材证券的 中国区业务部经理黄凌杰先生 来为我们做出分析 Rain你好 小蓝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A股方面了 那么虽然呢这个护身两室啊 上工的这样一个情绪呢不是太高 但是近期啊A股市场是有一个温和的一个放量的 那么板块间也有出现一个连番的轮动的局面 那您怎么看这个A股近期的一个行情呢 那刚才您提过呢A股今天呢都会有一个数据出来啦 我觉得呢那个数据呢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呢 就A股呢后面这几天的走势的 但是呢从那个技术分析来讲呢 之前一直都有谈过就是都是蛮健康的 虽然在3140点回调到现在了 但是呢根据之前像一两个月的这个走势来看呢 其实有点类似的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呢 当时的A股呢还是可以看高一线的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那么港股昨天是创新高之后呢指数有一个回落收跌的 那么横指呢早盘是有个低开持续的一个调整 那么后续您又看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那港股方面呢之前都有提过就是 23,200点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 嗯 现在已经突破了突破了4,000左右 但是都落在那个23,700点左右这个水平 嗯但是来看的话呢 如果呢我觉得这个左低位呢 现在慢慢移到这个23,200点的话呢 如果能够继续在那个点位一张的话呢 其实港股呢虽然是超卖的 但是呢我觉得呢可能呢后面呢 如果A股呢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出现的话呢 港股呢是还是有机会会跟随的 大家要注意呢23,200点那个位置了 嗯好的我们感谢RUN做出的分析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主要蓝筹股的一个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1毛5 中国移动跌1毛5 建设银行升2分 工商银行升1分 中国银行无升跌 港交所无升跌 中国人售升3毛 优邦保险升1毛5 腾讯控股升1块4 金沙中国跌3毛5 长河跌2毛 新鸿基地产升1块1 旧龙仓升5毛 中国海外跌5毛 华人之地跌2毛 中海油升2分 中石油跌1分 中石化升1分 昆仑能源升1分 中国神华跌1毛8 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有哪些主要的财经消息 联储局发布的贺皮书就指出了 美国经济在过去两个月以温和的步伐扩张 多数地区都预期未来数月经济将会适度的增长 报告就指出了 多数地区的消费支出基本平稳 物价上涨的幅度仍然不大 另外信贷需求则是表现不一 但是总体仍然是适度增长 至于薪资的一个压力就相对的温和 并且是预期这个情况将于未来数月持续 报告又指出了 多数地区的住宅以及商业楼市的活动进一步的扩张 非金融服务需求略微有增长 美元对日元跌至了超过一星期的一个低位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了 日本央行是否在本月政策会议上 进一步扩大刺激措施意见分歧 消息令到市场对日本央行扩大宽松政策的预期降温 美元对日元是显著的一个下跌 最新就报在101.75日元 另外市场就关注欧洲央行今天的议息会议 投资者采取观望 欧元对美元最新就报在了1.1241美元 加拿大央行就维持指标利率 0.5%不变符合市场预期 但是就指出了环球经济较预期皮弱 即使加拿大出口反弹 也是难以收复过去数月经济下滑的一个失地 央行声明就指出 加拿大下半年的经济是有望的一个反弹 受惠于阿伯特省三伙后的一个复苏 以及联邦政府的刺激开支的措施 但是就警告美国商业投资前景仍然是不确定 央行又说温哥华的楼市有初步降温的一个迹象 但是家庭债务仍然是高企 以及有可能是持续的一个上涨 构成了金融风险 首个港人港地项目 启德1号推出第四批 共121个单位 连同早前加推第三批 共100个单位 将在本周日会发售 第四批推出的单位就包括了 一房、两房、三房 以及三房年套房 以及储物房单位 使用面积是由376平方尺到850平方尺 使用面积每平方尺价由18,062元至23,090元 记录最多15.5%的折扣之后 每平方尺价约为15,261元至19,511元 中国海外地产董事总经理由韦光就说了 第四批的单位全部是21楼或以上的高层单位 扣除以上的一个因素 售价较第三批单位是高约2% 今天的护感开示通道 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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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